說到純愛劇 絕對不能不提到Disney Plus 獨家原創的超維美甜言音樂劇集 單戀遠神戴系列 和稍息普總之多年好友之間的雙向暗戀 既舊心優心動 劇中搭配龜仙 金中國和金載煥等人 演唱一首首超維美的OST 讓人邊看就超想談戀愛 為了不破壞朋友關係 小心翼翼的把愛藏在心裡 終於和彼此坦承心意超浪漫的告白 實在讓人看了心癢難耐 單戀人生戴單元一只有短短四集 就獲得網友攢不絕口的好評 單元二一共六集 又將帶給大家 怎麼樣不同的愛情故事呢 你什麼啊 你為什麼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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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練習呢 你為什麼在這裡 分手後再次相遇 成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看起來似乎還有留戀的兩人 能不能遮情復燃 又會如何解開誤會 成為一大看點 而充滿反差魅力的男主角盧上炫 在劇中冷酷又可愛 愛吃醋卻嘴硬的他 不只要重新拉近與情世路的距離 還得在意突然冒出的陳咬精 突如其來的三角關係 讓久別重逢的兩人 又多了新的變數 在單戀原生代單元二 有甜蜜物解和離別 夢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想必也會引起觀眾們相當大的共鳴 韓劇男生鄭宇勝 睽違須久重返小螢幕之作 就是攜手藝能MOVING製作團隊 翻拍高收視日劇的《跟我說愛我》 他在劇中飾演一名聾雅藝術家 不需台詞 用眼神就能傳遞出滿滿的情緒 更將和聲炫冰補出一段浪漫故事 有很多人中 誰都抗亂了 他在拍照 聲炫冰的主動接近 迅速縮短兩人的距離 只不過身為聾雅人士 鄭宇勝也有所顧慮 跨越語言距離的交流 和不斷升穩的曖昧情愫 真的太期待後續發展啦 劇中優美的OST 與療癒的浪漫氛圍 心動不移的同時 淚仙也快要忍不住噴發 日版接劇當年帶走不少人的眼淚 究竟和慢走向是否會有不同 想必也是觀眾們矚目的焦點 不只甜甜的愛情戲 懸疑韓劇打指揮家嫌傷的真相 由動靈女生李英愛主演 要讓大家再次看見她全新的一面 李英愛在新戲打指揮家嫌傷的真相 飾演一名才華洋溢的指揮家 雖然想遇全球 卻有說不出口的秘密 讓她不得不回到韓國 找出威脅到自己的幕後黑手 那女人是犯人 李英英 李英英 你必須要殺我 大指揮家嫌傷的真相 卡斯也是超豪華 在黑暗榮耀讓人恨得牙癢癢的禮貌聲 與財法家的小兒子金融在 和李英愛有什麼樣的情仇糾葛 又會為劇情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想知道的話就要持續鎖定播出啦 三部熱騰騰上線的強檔韓劇 集結眾多大咖演員 各式題材一次滿足 要是想跟上流行 就要快點到Disney Plus 追劇追起來啦 完全一樂總和報導